面对阿祖法突然晕倒的紧急情况 摄影师一时感到手足无措 然而 幸运的是 附近有一位正在劳作的大姐 她的存在如同沙漠中的绿洲 为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带来了希望 摄影师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奔向大姐求助 大姐听闻情况后 展现出了她热心肠的一面 她迅速放下手中的活迹 急忙跑向阿祖法 同时 她还不忘吩咐自己的儿女 让他们拿来清水 为晕倒的阿祖法提供第一时间的救助 大姐轻柔地抱起阿祖法 小心翼翼地将清水送到她的唇边 那清凉的水滴滋润了阿祖法干燥的嘴唇 也似乎唤醒了她体内的生命力 此时 大姐的大儿子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列 在大姐一家的共同努力下 阿祖法渐渐恢复了些许意识 但是她的身体依旧显得十分虚弱 看到阿祖法醒来 大姐没有放松警惕 她决定将阿祖法带到自己家中的临时庇护所 让她能够得到更好的休息和恢复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大姐和她的大儿子成为了阿祖法最坚实的支柱 两人分别站在阿祖法的两侧 用他们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扶起她虚弱的身体 大姐更是让阿祖法的大部分体重依靠在自己身上 她的肩膀宽阔而温暖 为阿祖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靠 平日里习惯于农活锻炼的大姐 拥有足够的力气来搀扶阿祖法 尽管如此 她依然小心翼翼 时刻关注着阿祖法的每一个反应和需要 一段本不遥远的路程 在此刻却显得格外漫长 他们在途中不得不几次停下来休息 以确保阿祖法不会因过度劳累而再次晕倒 在这段艰难的路程中 大姐的儿女们也展现出了她们的贴心和关怀 她们轮流为阿祖法送上清水 每一次的补充水分 都是对她体力和精神的一次温柔抚慰 帮助她在这艰难时刻感受到一丝凉爽和舒适 最终 她们成功地将阿祖法搀扶到了大姐家的临时庇护所 这里虽不是豪华的居所 但每一块木板 每一块砖都散发着家的温暖和安全感 阿祖法在这里可以暂时放下寻找女儿的焦虑 得到必要的休息和照料 在大姐一家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阿祖法的体力逐渐得到了些许恢复 尽管心中对女儿阿依达的担忧如影随形 让她急切地想要立刻出门继续寻找 但她的行动被善良的大姐温柔而坚定地拦下 大姐用她那充满同情与理解的话语安抚着阿祖法的急躁情绪 劝她在出发前在休息片刻 待体力完全恢复后再踏上寻找之路 在闲聊中 大姐对阿祖法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同时也对她所展现出的伟大母爱和坚强意志表示由衷的敬佩 阿祖法在大姐的家中喝了一杯热茶 那温暖的气息不仅滋润了她的喉咙 也温暖了她疲惫的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 阿祖法感到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有了显著的恢复和改善 当阿祖法再次起身 准备走出门外 继续她的寻找之旅时 大姐并没有再次阻拦 而是理解了阿祖法心中对女儿失踪的交集 于是 大姐决定带着自己的孩子陪伴在阿祖法的身边 送她一程 他们的陪伴不仅是对阿祖法精神上的支持 也确保了如果阿祖法再次感到体力不支时 能够迅速得到必要的帮助 在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之后 阿祖法停下了脚步 转身向着善良大姐一家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 并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恢复了足够的体力 可以继续独自前行 不再需要他们跟在身后保驾护航 尽管话语中透露出坚定 但她的眼神中也流露出对大姐一家的深深依恋和不舍 在大姐一家充满担忧和关切的目光注视下 阿祖法重新踏上了寻找女儿的旅途 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渐行渐远 显得既孤独又坚强 大姐一家静静地站在原地 目送着阿祖法的背影 直到她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